大家好 歡迎收聽收看 劉伯烏的Uber司機實戰手冊 Uber機車送餐 劉伯烏今天來台北朋友家 那我先試著來 叫一次餐點看看 那這裡有個消息 1月9號萬華區 UberEat要開放接案 那這個 要開放接案他每週的獎勵方案 相信每一位騎士都有看到 這一則獎勵方案 應該都是一樣的 接案率大約80% 然後 這個每三個小時 你必須達到每小時平均燙製 才可以獲得這個 車資的保障 那接案的區域要在服務範圍內完成 不能有任何的 詐欺或是不正常的使用 那UberEat的計算方式 當然是取餐費 跟之前一樣42.5元 距離每公里是10.2元 完成送餐的話是17元 那Uber公司收的平台費是 如果是用汽車 是抽10% 機車抽25% 腳踏車是抽30% 那大部分都是機車 因為汽車應該是要兩人一組 才有辦法完成的 台北市這麼難停車 OK 那我們現在試著來叫餐喔 剛剛講的這個是送餐的部分 騎士的部分 那現在這個是客戶端的 你下載UberEat之後 把信用卡都設定好之後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要的餐點 那我今天來吃頂瓜瓜的管錢店 頂瓜瓜管錢店 他預估是25分到35分會送來 那我看一下 我點一下我明星單品 我想要吃什麼 我很喜歡吃 那個 瓜瓜包 還有嗎 還有還有瓜瓜包 一個50塊 叫7個好了 7個 然後7個 增製購物車 好 我把它弄到購物車來 購物車 他要開啟新購清單 對開啟 欸我剛剛有叫到大同店的嗎 好奇怪 檢視一下購物欄 看一下 瓜瓜包管錢店 對 7個 1個50 350 服務費60 410 這個是檢查一下 管錢店 好 那我來下訂單 下訂單 他就會開始搜尋 OK 追蹤此訂單嗎 你可以透過允許推 推播通知來追蹤你的Uber Eats 好 是的 蛤 還要允許 我沒有設定好 因為我沒有第一次叫 第一次用這台手機來叫 他說 預定配送的時間是12點37分 然後訂單已經被接受了 我的餐點正在準備當中 然後 這可以追蹤 就是看著它這個順序可以看到 好 那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你可以聯絡客服 那目前我不需要 我只是需要追蹤一下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了解的 訂單就接受了 餐點準備當中 新的訂單 就是這個訂單 好 那因為這個送餐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的錄影就先到這裡 那如果你從來沒有叫過Uber Eats的話 歡迎你使用Uber Eats的平台來叫餐 那個在App上面搜尋Uber Eats 有一個插子的那個圖示 那個就是Uber Eats的叫餐的這個端 歡迎大家踴躍的使用 那劉伯霧的今天的Uber Eats叫餐的節目錄影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再廣告一下 1月9號萬華區也開放這個接案 好 那就這樣子的 餐點還在準備 所以我錄影就先錄到這裡 等一下再錄下集 這個我們的機車的這個騎士呢 圖二龍騎士 如果到的時候 我看有沒有機會來訪問一下夥伴 好就這樣子啦 掰掰